南昌地下道前的摸行狗门 经常有货车没有注意线高 就直接硬闯进入 掐撞狗门发出了巨大声响 让附近居民不堪其扰 也经常被吓到 警方表示许多的司机 不熟路况才会硬闯 公所未来也会重新的 加装新的警示条 希望民众可以遵守线高规定 货车准备进入地下道 下一秒地下道前的摸行狗门 被撞的严重晃动 还发出巨大声响 让周遭住户不堪其扰 住户纷纷表示 晚上常常被吓到 仔细看摸行狗门上的陷高警示条 也通通都被货车撞断 让居民气得在脸书发文 这里是宜兰的南昌地下道 常常有货车没注意陷高 就直接擦撞硬闯摸行狗门 有时候还卡在中间 严重影响当地交通 警方表示 由于许多货车司机是外地人 不熟路况才会硬闯摸行狗门 公所未来将会重新加装 铁链警示条 避免这条通往罗东市区的要道 因为货车卡住 影响道路顺畅 这里科砚宜兰采访报道 一堂 我许多货车司机会 明镜少许多货车司机会 明镜少许多货车地的